中防戰 國民黨高雄黨團用模擬槍聲 戴上了鋼匯 針對醫院內首度被開槍 鬧出人命質疑高雄治安問題 就是你連開醫生 都會有人拿著槍 走進熱鬧的診間 大動作開記者會 抨擊高雄市慶忌之都 也提出黑槍問題 不過民進黨團 隨即開記者會反擊 這代表著一個什麼樣的警訊 表示高雄市的黑槍 就是一個氾濫的情形 民進黨團拿出高雄刑大提供的數據 從108年1月到11年8月16號 高雄市槍擊案從六都最高 降為六都倒數第二 暴力犯罪減少26件 重大的刑案減少27件 這次的槍擊事件 也讓火持續延燒 國民黨高雄市長參選 柯智恩批評治安 但也被人酸 晚上跑到六合夜市 跳舞是幸災樂禍 當你對一個人 所講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用扭曲的角度來看的話 那你所得到的答案 一定是非常的扭曲 他們在出生入死的時候 有心人藉由這種酸言酸語來拔擊我們基層同仁的士氣 陳希麥也回應不應該污衊高雄警察 除了第一時間到醫院關切 陳希麥也高度肯定基層警察同仁的努力 高一槍擊案在嫌犯四小時火速落網後 話題卻持續延燒 藍綠雙方互相攻防 三選狐心祖先高雄報導